当地时间6月24日 借着就俄英军舰黑海对峙仪式 提问英国首相约翰逊 约翰逊越说越激动 摇头晃脑地表示 他们可是熊啊 随后察觉到诗言补充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英舰按照预期的方式 按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 当地时间23日 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 在黑海水域侵犯俄罗斯领海 被俄战机投弹警告 24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就此事回应称 该事件是蓄意的 有预谋的挑衅行为 被问及如果再次遇到类似事件 俄方是否会直接打击目标 佩斯科夫回答称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挑衅性行为 且严重越界的话 不排除采取任何合法手段 保护俄罗斯边界 23日的这一事件 让人想起33年前的一件王室 33年前 苏联军舰曾在黑海撞击 美军舰 1988年2月12日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 巡洋舰约克成号和驱逐舰卡伦号 以享有海上无害通过权为由 抵禁苏联黑海舰队附近海域侦察 苏联的两艘护卫舰 随即发出 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信号 并撞击了美军两艘军舰 以这一方式宣布了自己的红线 一日子宣布 优优独播剧场—— 2007